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疫情之下他们也做出了改变 在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两位ACI南加州学院的专家 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在疫情之下ACI南加州学院做了什么样的转变 首先为您介绍的是ACI南加州学院的郭主任郭主任您好 Seline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接着为各位介绍的是ACI南加州学院的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Seline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33年其实真的很久的时间了要做转变应该不容易吧 可是还是得转变呢 因为疫情之下什么事都得变对不对 最大的转变是什么郭主任先跟我们提一下 其实我想我们在这个疫情就把改变了全世界人类的 现在的生活的步调跟方式 包括人跟人见面 包括开会上班或者在学校上课 其实受了疫情影响这个人的距离 它有两种一个就是人跟人直接physical body 就是面对面距离是拉开了 可是在远距离的人跟人关系倒是拉近了 因为它用一个网络的方式 人跟人就是说你离开是20公尺跟离开两公里 或者是200公里其实都一样 都可以见到面 那在整个ACI针对这个疫情的时候 把我们的上课的方式也变成是一种webinar的网课方式 那我们的上课方式很好 因为学生跟家长的回应是说 他们并没有因为被改成上网课 所以他们学习的方式就变慢了或变松散了 或者变效果不脏 我们的网课真的是上得很成功的 那除了网课之外的话 我们也针对这个学生在申请大学 我们做出一个很大的一个决定 就是ACI南加州学院重新回到尔湾 在Irvine这个地区建立这ACI的这个升学的基地 我们现在就在ACI Prep Irvine 就是在尔湾的ACI的尔湾升学中心 那为什么叫升学中心 重点就在于说在尔湾这个区域的华人 这非常重视申请大学 重视成绩 所以ACI就以一个升学中心在尔湾成立 然后帮助这个学生在做整体的升学规划 就从你从初中阶段到高中阶段 你每一年你要做什么事情 选什么课程 参加什么活动 那我们就是到了Irvine这边来跟家长跟学生见面 对于是要上课的话 我们依旧是可以提供我们所有整套的网课的系统的 所以在Irvine的这些家长们或者学生们更有福气了 至少有33年的经验可以带到Irvine去给他们 除了这个尔湾升学中心之外 好像有一个什么基金会成立了是吗 吴主任 是 ACI在今年呢 虽然疫情的关系调整了非常大的这个脚步 最大的呢 就是我们要针对刚才郭主任说的 Irvine的地区的家长跟家庭服务之外 还有一个重大的讯息 也非常高兴要跟所有的观众朋友分享 就是ACI成立了一个基金会 那么在我们这个基金会里面 针对我们升学的学生 9年级到12年级 将来有更多的项目可以帮助学生 直接在社区里面参与 那么除了参与之外 经由这个基金会也可以帮助学生 在整个升学的这个申请上面填表 那么有项目的完成 有经验的累积 那么慢慢的在你的这个领导 Leadership的position上面 会有更多的这个加分 其实从三月份的疫情到现在 也不过才半年耶 在半年当中你们的转变真的蛮大的 因为其实这些转变 如果在没有疫情之下 maybe是一步一步慢慢做的 可是在疫情之下 你把半年的事情缩短到三个礼拜 把它做好 做完整 33年的经验可以让你这样子 一蹴即发 马上跳到你想要的高点 除了这个之外 之前郭主任是不是也有提到 好像把business跟领袖课程 结合在一起 这样一个情商或是财商的课程是吗 是的 我们在ACI在针对疫情之下 学生没有办法去外面参加实体的一些课外活动 因为人跟人之间有一个距离上的限制 所以我们觉得学生在申请大学 我们研究大学的招生官他们要什么 ACI提出的4Q教育 IQ、EQ、AQ跟FQ 其实在这IQ跟EQ大家都耳熟能详 就是学术表现跟你的人际关系 就是情商、智商 那这AQ的话就是管理压力的能力 这adversity intelligence 这个在大学很重视 在职场很重视 就是说你可以去处理你在工作上或学习上产生的压力 因为常常压力会把人压垮 压力会让你逃避 压力会让你去打电动玩具 电电玩的游戏 那就不下来了 这就是压力 或者说变得忧郁 这些都跟压力有关 所以我觉得压力的控制对学生学习很重要 那另外一个在大学很重视 学生在进大学之前是不是具备有财商 Finance Intelligence 所以ACI在针对这个疫情的时候 我们开了一个是青少年的财商的领袖计划 营 这样子一个课程可以让这个学生提早进入到这个 跟金融跟财务 或者这个货币的这个市场 那对这个建立说你的财富 管理财富 投资理财全部建立一个完整的概念 那学生就有一个概念的时候 在申请大学的时候 这些的上过这些课就变成是说你的portfolio的一部分 你可以根据这个事实这个平台 你可以去谈更多 你可能对学商学有一个想法 有一个计划 根据这个平台可以出来的 这就是我们现在提出来的一个新的课程 一个财商的课程 财商领袖计划 ACI真的想的很多耶 你们又要在耳湾帮耳湾的学生 把你们33年经验带到那边去 然后又成立一个基金会 然后帮学生一步一步完成他们想要成立 或是进入大学的梦想 然后还要告诉他们 其实理财真的很重要 因为大学毕业之后 就要开始还债 不是也不是还债 就是你必须要赚钱嘛 因为你每一个人他有他的living standard 如果你没有赚到这么多的钱 How are you going to有你想要的living standard STAM很重要 电脑很重要 AI很重要 每一次郭忠仑都跟我们讲 这都很重要哦 吴主任我知道很重要啊 然后呢 然后可以做什么 是 所以有这个ACI整个升学的 这个目标跟方向 其实都不是在最近才开始谈的 我们整个学校的整个计划 通常都是往前 大概是半年甚至一年 那只是最近我们没有 因为疫情的关系减缓 都还在推动当中 那么最近的这个整个大学申请 正好就是合乎 ACI一直想做的这个规划方向的准备 不论您的孩子 他到底是要念哪一个专业 那么在这些专案的 ACI的课程里面 帮助孩子的就是往前提 你可能不用等到 进了大学之后才去摸索 那么你现在在高中的时间里面 已经可以听到这些大学的资讯了 像我们财商课程里面 不是真的只有针对商学的学生 给他们这些财商的教育而已 那么很重要的就是像刚才 郭主任说的还有沈玲说的 就是一个投资上面的观念 那么整个大学的教育 其实对孩子来说 家庭来说都是一种投资计划 那么在整个投资计划里面 到底你能不能有feedback 到底你能不能是一个 positive的这个feedback 还是你的报酬率是非常低的 在我们这个财商课程里面 落入这些重要的思考 所以针对商学 或者是这个leadership 有兴趣的学生 我们有这样子财商的课程 那么刚才你说的 针对未来 针对科技 针对AI 我们也提出了 有engineering的课程 跟coding的课程 什么样的课程都有 我觉得我每天要上课 都上不还了 可是上课只是上课而已 每一次吴主任跟郭主任都会告诉我们说 你上课完了之后 你如果没有一个证书 没有一个表现的地方 不知道那你是上了什么 没有一个好成绩 就等于没上一样 我上了这些coding的课程 我上了engineer的课程 然后呢 郭主任 可以带我去哪里吗 上完这些课 其实学生会得到一个certificate的 表示你complete的这些课程 就等于是说 你在申请大学上面 你的资历又往上爬了更高一层 就得到加分的这个机会 那对申请大学这个学生来讲的话 大学都看你是 Are you ready for college 就是说 你现在对这个申请大学准备好了吗 第二下一句话是 Are you ready for career 就是你对进入到职场 你已经做好准备了吗 所以大学很在意 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 一毕业的时候能够快速地 能够进入职场找到工作 是拿到好的薪水 那这些如果你早在进大学之前 你提前一步是提前两步三步 你先做了准备 大学会更喜欢这样子的学生 就是说你是具备了进入到职场 或者你去创业 或者对整个金融 对整个财富 整个资产的投资管理 你已经是有概念的学生 我觉得大学会就是说 你的成熟度会比一般的学生 会来得更高更mature 这个就是说 我们帮着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 从电脑的coding做STAM 就是这个technology, science, engineering,数学 这样子的一个整合性的这种课程 我们现在都在推出 帮着学生在进大学之前 说你所有的是别人还追不上你的 因为你的更holistic 更全面性的接触到不同的知识领域跟技术的领域 因为这个在高中课程上面应该是完全没有的 你要学 现在高中课程里面还在上home economics 对不对 可是我们现在已经才学到财商了 除此之外 其实美国的高中生们 每一个人都很想要进USC, UCLA 国际学生也想要进USC, UCLA ACI也想到这一步了吗 吴主任 没有错 其实不一样的这个学校的规划 那么还有每一个学生他需要的 这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例如你刚才讲的 可能国际生有国际生需要的这个准备 那么美国当地生需要的准备 其实并不亚于这个 好像比国际生来得少 那么尤其最近这个整个美国大学 你说他会不会因为疫情的关系 看的东西项目变少了 其实并没有的 很多的家长误以为说 这个SAT的成绩可以选择不提交了 所以我的孩子可以一下子 全部都停摆了 其实完全不是的 在疫情之下 很多的学生能够做出 突出的这个亮点的经验准备 真的就是别人没有在做的事情 我现在依然继续 而且要做得更加的突出 所以这段时间ACI提出的各种的方案 其实就是可以针对 对未来已经有想法的孩子 开始去落实你的准备 其实ACI南加州学院 33年累积下来的经验 才可以在这么大的pandemic当中 用这么快速的时间来做最有效的转变 这也就是ACI南加州学院的学生 能够有最大成效跟最大收益的地方 他们的33年成就你一年的时间 让你进到你梦想的大学 而你用你一年的时间 成就你之后的33年 让您的人生变得更为美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